人生的路上,固寿淡薄,不以物喜,不以以悲,杭州灵念思内,画着这样一幅断脸,人生乃能多如意,万事只求半称心,欲言虽朴实无华,却包含着人生哲理,写见了人生,万事只求半称心,意味着常常要知足常乐,随于而安。 林语汤先生说,这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,半称心并非消极无奈,而是一种人道中年后的获得与智慧,半是一种生活态度,一种心灵状态,一种人生智慧,一种处世哲学。 假如事实尽如人意,那有什么努力和辉煌精彩可言吗? 毕竟人生不存在十全十美,有遗憾才显出生活本色,人生几十年,酸甜苦辣咸,各种滋味都有,孤称伴为人生。 世界上有走不完的路,也有过不了的河,过不了的坎,交通而回,也是一种智慧,只有平心静气凶无太多的杂念,才能及时把握机遇,化险为夷。 万事只求半称心,是雄精宽广,是淡定从容的处世哲学。 万事只求半称心,是不设置泰旋的目标,不盲目的去攀比,不生非分之想,不贪非分之财。 可能我们得不到某些东西,但也不要让忧虑和悔恨来苦恼我们的生活,可能我们达不到某项目标,但也不要因此变得垂头丧气。 杨将出生在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,她的家境殷实,生活量尊属优,从小到大都是有名的富家财女,可是嫁给钱中书后,便跟着丈夫调留海外求学。 缺席之余,杨将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,做饭之一,翻墙爬窗,无所不能。 这样一个富家女子竟然毫无怨言。 杨将说,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,获得了金钱未必能拥有快乐,拥有快乐又未必能享受到健康,即便是拥有健康,也未必一切如愿以偿。 生活不易,人生更不易,我们应珍惜拥有,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态,以求通达明智,臣服自如。 人生的路上,固受淡薄,不以误息,不以以悲,不做事兼功力的奴隶,不违反尘中各种搅扰,牵累,摆脑所左右,使自已的人生不断的一升华。 不去抢求完美,做真实的自我,让人性回归到本真的状态,不渴求自己,不委屈自己,努力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,快乐就在身边,万事只求半称心,这不是万事,这是求是,追求半称心的生活,不是无奈和消极,而是一种获达和智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